艾勇现在推进过程中 把原住民的土地 一步一步把它纳入到 这个官方的管辖范围里面来 透过这个通电铁丝网 把这个部落跟部落之间的关系切断 归顺势的第二天 这本人同时发动这种开枪 那么太耀族这里 因为都在布漫里面 所以是伤很严重 拉拐那边因为隔了一条溪 它的枪没有瞄得非常准 所以拉拐就从会场跑掉了 每周六晚间十点 一举折经看见台湾任性难道 感谢观看